100天 对于你来说或许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季度多一点 但是对于丽姐来说 那可是漫长而危险的日子 挑战荒野100天 这是丽姐给自己定下来的第一个小目标 为了很好的生存下去 丽姐可以说是在野外斗鳄鱼 抓蟒蛇 就连她的食物那都是有啥吃啥 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好 最后的丽姐甚至抓到了野猪 直接养起了野猪来想要真正在荒野的实现吃肉自由 来到荒野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丽姐 最为幸运的便是在崖洞下方打造了一个庇护所 靠着建设的竹墙 便能够将自己隔绝在里面 而身后的一道洞口也能让自己再遇见危险的时候 有了一条退路 不过虽然有了庇护所 但是目前其他设施都不完善 因此今儿的丽姐是砍了不少的木棍 准备在庇护所内打造一张石木桌子 带来的工具不多 打野刀可以说是丽姐最为得力的助手 将一根根的木棍直接退去了青色的外皮 之后便是利用树藤绑扎木棍桌面的操作 简单却是实用的交叉绑扎之法 可以将木棍牢牢地绑扎在一起 一根根木棍并肩排列之后 便是一张完美的桌面 将其布置在床头位置 这样的话既能够作为床头柜 也能够当作餐桌 可谓是一举两得 一天之中 丽姐最为重要的事情便是搜寻食物 敲了敲狗子 却是没敲醒贪睡的家伙 丽姐只得独自来到山间搜寻食物 山间的野菜倒是不缺 不过丽姐希望寻到肉食 比如竹鼠山鼠一类 丽姐今儿的运气还不错 虽然没发现山鼠 但是遇见了一根小辣条 这对于荒野求生的人来说 那可是好东西 不过如果是剧毒的辣条 可是极其危险的 好在这根辣条是无毒的 丽姐也就大着胆子对着对方下起了手来 小辣条挣扎了一番之后 最终还是难逃被丽姐拿捏的命 然而在临终之前 小辣条还是给了丽姐一点颜色瞧瞧 什么颜色 那自然是红色 虽然小辣条无毒 但是丽姐还是需要小心 在周围搞了一些草药 好好地清理了一番伤口后 丽姐可是直接将小辣条给清理了出来 一根完美的皮皮扇 至于烹饪方法 那自然是最为简单 也是最为原始的烫火烹饰 将皮皮扇好好地缠绕在木棍之上 由于皮皮扇可是不短 丽姐那时直接缠绕了 五圈之多 接着便可以直接将其放在炭火上方制烤了 野外的野食必须烤制得十分熟才行 因为有可能有着寄生虫一类的东西 因此丽姐制烤得格外的认真 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拿出来看看 再翻转一番 保证制烤得足够熟足够透 这也让皮皮扇看起来十分的诱人 毕竟烤制的那是相当的金黄 最终等到皮皮扇完全成熟之后 丽姐这才迫不及待地将其拿了下来 然后完整地将皮皮扇从木棍上取了下来 此时的皮皮扇色泽金黄 肉香四溢 那是十分的诱人 饿了很久的丽姐自然是忍不住的 就开始大快躲移了起来 口中咔吱咔吱之声那是不绝于耳 当然 虽然狗子睡了懒觉 但是作为丽姐目前唯一的伙伴 丽姐自然是不会亏待了她的 这一次的五转皮皮扇 可以说是让一人一狗吃的不亦乐乎 丽姐甚至希望后期能吃上九转皮皮扇 美滋滋的饱餐一顿之后 丽姐可是没感谢着 而是拿上了打野刀 直接来到了树林之中 开始收集起了这种植物的树枝 这种植物的树枝看起来 就像是一根根笔直的竹子 前期丽姐建设庇护所的外墙 便是采用的这种树枝 这玩意虽然没有石木的木棍硬度打 耐久性也是不如木棍 但是处理起来可是十分的方便 打野刀下那是一刀便可截断 切尔丽姐砍伐了不少的树枝来 便是要用它来制作一道大门 毕竟庇护所有一道门 其安全系数会高很多 将砍好的木棍线按照大门的尺寸布置在一起 接着利用树藤绑扎即可 绑扎的方法依旧是交叉法绑扎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需采取三段绑扎 及大门的上中下三段位置 大门制作完毕之后 便可以拿到门洞处进行安装了 安装也很简单 直接将其一边绑在利柱之上即可 休息一夜之后 次日的利姐继续地来到了山上搜寻食物 不过这一次利姐可是没有发现蜡条 而是在地面之上 发现了不少野物活动的痕迹 尤其是这一处位置上 可以明显地看出野物的脚印 利姐很是惊喜 因为这脚印很像是野猪的 在野外要是能够捕获到一头野猪 那绝对是能够实现短期的吃肉自由 为此利姐那是当机立断 立马砍来了不少的材料 开始布置起了野猪陷阱 两根倒立插在地面的树场 一根被砍掉上半身的小树 外加上一根韧性极佳的树头 借助小树弯曲之后的弹力来打野 这必然是最为常见 也是十分有效的绳套打野陷阱了 当然 利姐也不是没有想过采用地坑陷阱 但是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 想要挖掘大坑捕捉野猪 难度还是很大的 不说其他的 就是单单的挖掘工程呀 怕是都得挖上个一天 为此 利姐还是决定采用绳套陷阱 毕竟这个位置上下都是比较陡峭 野猪路过此地 有很大的概率踩到地面的触发木棍 从而触发神套陷阱 将其勒住 当然 野猪可是十分机敏的 因此利姐还搞了不少的决菜之夜 将其布置在了陷阱周边 这样的一来是让行走的路线只剩中间 二来是能够很好地遮挡旁边弯曲的小树 就此 利姐的野猪陷阱便算是彻底地布置完毕了 不过一个陷阱想要抓到野猪的概率很低 为此 利姐又在周围继续地搜寻 再次寻到了一处野猪活动的痕迹后 又在周边如法炮制的 在地面之上继续地搞出了一个神套陷阱 这一趟出来 利姐在食物的搜寻之上虽然收获不大 但是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熟透了的无花果 将其清理干净之后 吃起来可是软糯香甜 而且这里还不只是一颗果子 熟透了的都有着好几颗 可算是让利姐好好地吃上了一顿 补充了不少的体力 今儿的日子 大概也就这般简单地过去了 至于野猪陷阱 那就要看利姐的运气了 美滋滋地休息了一夜之后 次日一大早的利姐便出发了 因为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野猪 想要吃到野猪肉 怀着忐忑的心情 利姐走向了陷阱 随即猛然间地扑了上去 因为神套陷阱之上 赫然有着一只野猪 这可是把利姐给高兴坏了 毕竟这只野猪个头还不小 估计得有个三十斤的样子 一番查看之后 利姐那是迫不及待地将野猪给绑好 随后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发现这野猪和真正的野猪有差距 一边扛着野猪走向庇护所的利姐 一边在思考这野猪为什么不够野猪 最后来到悬崖下方的洞内后 利姐将野猪给绑好放在这里 她猜测这野猪大概率是 山下居民家中散养的家猪 和野猪结合后产下来的 为此少了很多野猪的野心 为此 利姐此时倒是有了养殖这野猪的想法 野猪的猪圈位置距离利姐的庇护所不远 也就五六米的距离 不过一直将野猪绑起来也不是一个事 为此利姐来到了周围 砍伐起了大竹子 这些竹子可是利姐用来打造野猪猪圈的材料 将它们劈砍成竹条后 作为利柱部分的竹还需要削尖脑袋 这样的话才能很好的扎入地面 接着利姐便可以在上面交叉的卡上竹条 为了让里面好看 利姐还是一层内一层外的铺设竹条 这样的话 整个猪圈的墙面部分便是绿白相间的猪面了 另外由于野猪目前的个头不大 为此利姐打造的猪圈也不大 大概就是1.5米间方的尺寸 这般的尺寸也是足够目前的小野猪活动的 最终花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整个猪圈便算是打造完毕了 接下来利姐那是直接进入了猪圈 将带有一半家猪血统的野猪给解开了绳索 看到利姐没打算伤害她的小野猪 也是十分的老实 毕竟不老实的话 搞不好今晚上就得变成小烤猪啊 被将野猪养大 甚至有机会再给她找个伴 发展野猪事业 那么必须要将其喂好喂饱 为此利姐可是下了本了 平日里都很少拔的猪树 利姐那是直接拔了一些 要知道这可是她的储备粮啊 粮食在野外可是不好保存 但是一直在生长的粮食就简单了 而这一次 利姐竟然一次性地拔了三颗猪树 可以说是真是舍得 将猪树采摘完毕之后 利姐便回到了庇护所 开始利用打野刀倾力起了猪树来 将猪树的表面的淤泥连着外皮一的刮除掉 最后这才进入到了猪圈之中 利用打野刀咔嚓咔嚓的就是一顿劈砍 直接将猪树劈砍成了猪树片 拿刀的利姐吓得小猪那是不敢上前 要不是利姐给她抱了过来 怕是小猪都以为今儿要攒了她 最终看着满地的美食的野猪 那是直接放下了戒心 开始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当然 也许她觉得这是最后的断头饭 怎么这也不能当一个死鬼吧 自然是要狠狠地吃上一顿才行 也不枉她老猪来到人世间走一遭啊 剩下的猪树利姐打算继续留给野猪 那么今儿的餐食就得夜间再看看了 来到夜间之后 利姐那是拿上了打野刀 在周围的溪流之中抓起了鱼来 还别说 这夜间捕鱼就是简单的毒 但凡被利姐遇到的鱼来 那是跑都跑不了 直接就被一打野刀给干穿 看起来个头还不小的样子 最后都统一地穿在了树桶之上 别看这溪流的水不浅 但是一旦被利姐盯上的鱼儿 那是很难从利姐的刀下溜走 可以说是一扎一个准 妥妥的捕鱼达人啊 最终的利姐可谓是鱼获满满 直接收获到了五六条鱼儿 不过夜间出行危险可不小 就比如现在的利姐 那时遇到了一条大鳄鱼 好家伙 这条鳄鱼可是不小 吓得利姐当场花生博尔特 迈着大长腿就跑了 当然 不是利姐不想吃鳄鱼肉 而是那鳄鱼太大 又是在夜间 单靠一把打野刀 利姐自己也知道 很难将鳄鱼杀掉 搞不好自己还得吃大亏 而目前手中暂时不缺食物 也不着急 后续缺乏食物的话 再寻找机会 冒险搞个陷阱 看看能否拿捏大鳄鱼 至于今儿的餐食 那便是一顿 简简单单的山泉水 炖煮鲜河鱼 平日里烤制的食物吃得多 这般的清炖煮打的就是一个鲜 吃的利姐那叫一个美滋滋啊